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148集 叶凡终于知道了下一个秘境的名字 道宫 在沦海秘境之后 需要度过苦海到达彼岸 才能慢慢地摸索到 据说 道宫中有五目神奇 修炼这一秘境 会发生种种玄秘莫测的事情 叶凡只有沦海秘境的修炼法诀 金书仅是道经中的一页 根本不可能有道宫秘境的修行法门 想要得到最玄傲的法诀 看来 只能去圣地与荒谷世家了 必须得到他们手中的神秘古经 叶凡在心中暗暗自语 老人家 那些圣地与荒谷世家 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古经 哪一家的最深奥 吴清风老人摇了摇头 那些圣地与荒谷世家 太过神秘与强大 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 鸽子究竟掌握了哪一种神秘的古经 都很难说清 叶凡真的很想知道 哪部古经最强 文言自语 或许 或许 各有千秋吧 不错 确实如此 吴清风老人像是想起了什么 传说 轮海秘境 当以道经为罪 而道工 秘境 应该是摇池圣地的 那部神秘古经最强 每一部古经 都有各自侧重的秘境修炼方法 叶凡当下便做出决定 去摇池圣地 学习他们的道工 这一秘境的修行之法 摇池圣地 收男弟子吗 从来不收 吴清风老人 呼一地看了看他 你该不会是 那摇池圣地的女弟子 嫁人吗 叶凡是脸不红 心不跳地问道 吴清风张老 顿时笑了起来 可以嫁人 但是条件非常苛刻 恐怕你无法娶到 叶凡一点也不感觉尴尬 笑了起来 随后又问了 很多的事情 吴清风老人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并没有询问 全都耐心地为他解释了 摇池圣地距离烟地非常遥远 在所有圣地与荒谷世家中 最为的低调与神秘 同时 叶凡意外得知 东荒七大生命禁区之一 太出骨矿 亦在摇池圣地所在的那片区域 当然 这个所谓的同一片区域 仅仅是相对于浩瀚的东荒来说 实际上两者间真实距离 足有一万里 江家 已在那片区域 相距太出骨矿 能有三万里 所谓的同一片区域 实际上非常广袤 毕竟 东荒太大了 太出骨矿 这是叶凡第一次听到 这生命禁区的名字 身为东荒七大生命禁区之一 肯定有非凡的来历 那片地域的园很丰富 江家与摇池圣地 都选择在那片区域发展 与此有分不开的关系 叶凡更加觉得 应该去那里 园是他非常需要的东西 得不到圣药 去寻园 也不错 太出骨矿时 他静意不定地问道 以太出为名 足以说明其古老 无法推测其存在多少岁月了 吴清风老人喝了一口茶水 据说 在无尽岁月前 太出骨矿是东荒 最出名的一座圆矿 后来挖出了不祥的东西 结果成为了七大生命禁区之一 叶凡深感惊讶与好奇 究竟挖出了一些绝世神远 据说 园内风有强横的生物 最终竟然复活了 杀死了所有人 叶凡深感震惊 传说 有的神员中 疯的竟然是人 听到这些话语 叶凡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他感觉自己要去的那片区域非常神秘 瑶池圣帝 江家 太出骨矿 对于他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燕帝解决完最后的一些事情后 叶凡新的历程将要开启 叶凡的神识极其强大 在眉心间化生成一汪金色的小壶 不经意间一扫 就感知到吴清风长老的修为 神瞧境界 老人家 我有些东西要送给你 说到这里 他露出凝重之色 你一定要说好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不然会害了你 吴清风老人有些诧异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露出疑惑的神色 您去找一个洁净的玉瓶来 当叶凡取出玉瓶瓶 倒出一滴神泉之水后 顿时有一股浓郁的生命精气化身而出 老人当场惊住了 这是好强大的生命力啊 这种泉水 纵然不能生死人肉白骨 疗伤保命也足矣 叶凡真正说道 老人曾经对他多有照福 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将要离开烟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自然想报答一番 这种水太珍贵了 我不能要 你赶快收起来吧 吴清风老人摇头拒绝 您就不要多说什么了 我是真心的 最终 叶凡将一个玉葫芦注满神泉 塞到老人手中 再次叮嘱道 千万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吴清风老人仔细观察神水 感应到无尽的生命气息 他知道恐怕大有来历 疑惑的妄想叶凡 这事 您就不要问了 老人不可能想到 此水是荒谷圣地 一座圣山上的神泉 若了解了 恐怕会立刻的沉默结舌 此件事已了 我要离开燕地了 老人家 您多保重 叶凡对着老人施了一礼 孩子 你要去哪儿啊 该不会真的要前往 瑶池圣地吧 吴清风长老 看向他 语重心长地劝解 瑶池圣地 与烟地相隔千山万水 路途太遥远了 凡人一生一世 都无法走到那里 你不要去冒险 纵然真的到达 恐怕也 您放心好了 我有自己的打算 纵然不去那里 也要游历天下 东荒这么大 不走上一遍 实在对不起大好年华 而后 叶凡向老人问及自己 遗落在灵虚洞天的 那些物品是否还在 他想带走 我需要派人去问下 你与庞博失踪后 派中便将那座山谷 赐给了别人 遗落的东西 多半被收了起来 只是不知道 是否保存了下来 那好 我先去外面转一转 即将离开 叶凡 想去原始废墟 看一看 废墟 紧临 灵虚洞天 两者原本就是一体 远远的望去 前方山峰崩塌 草木凋零 一派萧条与枯迹 青山绿谷 化成了焦土 草木 早已失去了生机 桌里 竟成为了一片不毛之地 与昔日生机勃勃的景象相比 可谓是天壤之别 参天的古墓 繁盛的植被 全都被摧毁了 什么也没有剩下 有的只是死气沉沉 与凄凉 东荒无尽修饰 驾临此地 为了打开腰底阴坟 流血与死亡持续了三年 这个地方 算是彻底毁了 叶凡有些感慨